103年冲安工作从1月21号晚间10点开始到2月14号凌晨12点为止,为期25天 台东县警察局21号晚间9点在南京路举办103年冲安工作警兵名利教育展示及慰问活动 共出动警兵名利220人,以及巡逻车、重型机车共43辆 台东县长黄建廷在警察局长陈永利等人的陪同下 教越春安勤务人员,宣誓维护春节治安和执法的决心,让谢明平安过好年 萧凯丽、黄青海采访摄影